可以用到Google的华为Nova 11 Pro 没有错 是华为系列最新的Nova手机 可以用到Google 所以我现在就来实测给你看 好 首先点开这个华为AppGallery 然后呢 你就搜索你要导入的Google Apps 比如讲像Gmail啊 Google Drive啊 Google Maps这些都有 或者是YouTube Instagram Facebook 或者任何你想要下载的Apps 那我自己就随便点几个来看它是不是可以用的 Google Maps 好 可以看到它可以正常使用 然后看YouTube也是可以正常播放 Google Drive 看到它可以正常upload东西 然后Facebook一样是可以正常使用 让我看看是哪一个大元种 还不知道华为可以用Google 烦死了 而且华为手机一下也支持Android Auto了 怎样做咧 就是在这个华为AppGallery里面download 然后installAndroid Auto的App 然后记得要先restart手机 带用这个原装的USB cable 把你的手机connect去主机 然后要开这个Bluetooth 按照提示操作一下就可以使用Android Auto了 而且在开发者模式下还是支援第三方的Apps 比如讲像Waze啊 Spotify啊 WhatsApp等等的使用 Google还有Android Auto都可以用 更何况是它整个设计质感都很在线 就像它用上了这么大胆的配色 然后还有他们家首创的这个压花工艺纹理 这个一直够高级住了 所以说这个烈到发光的华为Nova11 Pro 会不会是你的心头好呢 留言区给我知道 到够了 到够了 到够了